荣光,美味,龙家小月儿,而躺在轮椅上的少年,多病的身体,却觉得这就是神仙过的日子。 我本以为自己再难见到太阳,可现在,我静坐在阳光下,看着弟弟在地上写字,闻着造访传出的鸡汤香味,这日子就跟神仙过的一样,宁静而温暖,真想这日子能一直这么过下去。 这可是白米饭啊,以前也就每年过年的时候有机会吃一点。 嫂子,我吃不了这么多,给你剥点吧。 锅里还有,这次我买的粮食够咱们吃到你哥打猎回来,放心吧,以后咱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,你二哥的病也会好起来的。 红宁,听嫂子的,是啊,日子会越过越好的,大嫂一进门,我们吃的东西多了,有新鞋子穿,还有书可以念,而且,我的身子骨也感觉好些了,再者,那天若是没有大嫂,我的命怕是没了。 你正在长身体,要多吃点,长得壮实才能保护我和你二哥。 放心吧,大嫂,我听你的,多吃点,长壮实点以后好保护你和二哥。 你们一个安心学念书,一个安心养病,大嫂有赚钱的法子,只是以前老邻家总欺负我,我不愿意挣钱给他们花而已。 哎呦妈呀,五套书全部都卖完了,竟卖了九千二百块,现在我可是妥妥的小妇婆了。 红宁,你去村里相熟的人家买些菜回来,咱们家也不能只吃野菜。 好的,嫂子,我这就去。 远三家,快,你小叔子给人揍了。 林婉秋正在屋里抄书,听到动静连忙跑了出去。 你赶紧找大夫给你家小叔子看看嘛,我先走了,有啥事招呼一声。 江红宁这个样子,林婉秋也没功夫招呼别人,她只把人给记住,等江红远回来再去道谢。 嫂子,老三咋的了。 被人打了,红伯你快进去,嫂子去请郎中。 嫂子不表郎中,我不要兴趣的看,家里有药酒,我擦点大喝的药酒就行了。 你真的没事。 嫂子,你放心吧,他们打我的时候我抱着头,身子卷着,他们没打到要害。 这孩子知道挨打的时候保护住要害,难道说,他们总是打你? 没,没有。 江红宁的表现,林婉秋还有什么不明白,这孩子怕是被欺负惯了。 你等着。 林婉秋去造房弄了点洗水丹粉末,泡进水里,给江红宁。 把水喝了。 很快,江红宁排了毒,洗了澡,感觉浑身都舒服多了。 说,金儿到底什么回事,是谁打你,又是卫神打你。 嫂子。 老三,告诉嫂子,大哥不在,嫂子当家,听嫂子的。 好的。 林金宝和许多宝他们骂嫂子,火气不过就去揍林金宝,然后他们四个就一起打我。 最后,林金宝还把嫂子给我的买菜的钱给抢走了。 嫂子挣钱不容易,我当时为什么不忍一忍,都是我不好,是我闯的祸。 嫂子我错了,以后我不跟他们打架了,那钱我打了猪草卖,卖够了就还给你。 唉。 你是错了,好汉不吃眼前亏,打不过就跑,跑回来找大人给你做主。 还有,忍从来不是办法,忍让一时,难道你还能忍让一世? 你忍了,他们就觉得你好欺负,就会一直欺负你。 你看看我,以前在老林家,没少忍让吧? 结果呢,被他们泼上那样的脏水不说,还差点儿没被他们搓磨死。 哄宁,你才六岁,你想忍多少年,你又能忍让多少年? 我算是想清楚了,人善被人骑,马善被人骑。 江红铭愣住了,他只是不想给大哥找麻烦。 况且那个徐多宝的堂哥是不快,堂叔是村长,他们一家哪里惹得起? 和嫂子说的也有道理,我的忍让换来的就是对方的编本加厉。 嫂子,我以后听你的。 好,那咱们现在就去私塾找那两个混蛋的先生,敢揍你,敢抢你钱,嫂子就让他们上不了学。 我想问问,你们私塾的学生打伤了我弟弟, 又抢了我弟弟的钱,你们私塾教导的都是些什么学问? 是做强盗的学问吗? 你说是我们私塾的学生打了你弟弟,又抢了他的钱,可有证据。 若是没有证据,我可是要报官的。 别说老夫没有提醒你,老夫可是秀才,是有功名在身的。 既然老先生提到报官,想来是不想私下解决的,那我就直接去报官好了。 我倒要看看,我若是报官了,你这秀才的公民到底是绑得住还是保不住? 这妇人既然敢报官,搞不好人手中真有证据。 且慢,你这小妇人,老夫只是跟你说清楚关窍。 你这什么急,是哪个学生打了你弟弟,又抢了你弟弟的银钱? 是许多宝和林金宝两人,老先生,这件事您说该咋办?若是您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,我竟然还就把我弟弟背陷牙去了,再去跟学政大人讲一讲冤屈。 你可有证据,没有证据我也不能随便处置学生。 这个简单,我弟弟都试的是两串钱,您去找找看,看看他们身上是不是有两串钱。 咋办? 不然,咬死了那没爹娘的短命鬼没钱。 哦,若是先生不信,就让先生去村问。 夫子,他满口胡言,我们今日根本就没见过江红宁。 等我们着急上学,那里有功夫揍他,更别说抢钱了。 夫子,这两个人在村里可穷了,根本就没钱,不信您可以上我们村去问。 我们独圣贤书,自然知道礼仪廉耻,不会做这种恶事的。 这位小路人,你弟弟怕是看错了,你还是回家让他好好想想才是。 又或者,你这个弟弟遇到什么事儿不敢说,所以才攀扯老夫的两位学生。 这件事可大可小,你还是把人带回去好好教导吧。 老先生,您还没有瞧他们身上是不是有两串钱呢? 您可是读圣贤书的人,难道还没查验就要偏袒包币你的学生? 若是这样,小妇人就换个地方说理去。 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一眼,圣人成不起我。 你们身上是不是有两串钱? 有一串钱,不过是我娘给我的。 我也有,也是我娘给的。 老秀才文言就看向林婉秋,态度很明确。 看,人家的钱是娘给的。 简单,既然是你们的钱,你们说说可有特征。 啥吗?